你知道新锅如何开 但是砧板你不一定知道 我来告诉你 师傅 这个菜板我们已经用了那么久了 上面一大的臭味 我怎么样清洗它都有异味 还有它上面还开裂了 我们能不能把它扔掉 换个新的呀 不要什么都只知道扔 你只要做到这个菜板 它的至少维护三个要年 至少可以增长它的十年寿命 接下来大家就看看我是怎么样做到的 第一步我们先把砧板放入水槽当中 再加入开水从砧板上面淋下去 开水的话淹没砧板即可 再用食用盐均匀的撒在砧板面上 放在水中浸泡12个小时 浸泡12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用钢丝球清洗砧板面部 这样可以有效的清洗掉 在生产过程中 灯板上面喷至的涂层 跟初步的消毒作用 通过水的滋润 还可以有效的防止灯板开裂 灯板清洗完毕 我们把它拿出来 擦掉面上的水分 放在桌上 第二步我们可以选用应用酒精 或者像我这种72度的高度白酒 对菜板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消毒 菜板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 远离易燃后的地方 再把酒精慢慢的从灯板中间开始倒 酒精的话也不要倒太多 摸过砧板面部的三分之二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点火 酒精在砧板面上燃烧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用菜刀 慢慢的将燃烧的酒精 推至砧板的边缘 让整个砧板的面部都受到酒精的消毒 当酒精燃烧完毕之后 我们用菜刀清理掉砧板上面的残留 然后我们再次倒入酒精 再次点火 再次燃烧清理一次即可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起到对根板 消毒的作用跟清除异味的效果 当酒精消毒燃烧第二次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菜板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 清洗完毕后我们的第二步就完成了 每周进行一次像我这样 对菜板的维护 就可以有效地清除菜板上面的异味 还可以增加菜板的使用寿命 还可以大大的降低菜板开裂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步 当我们要出远门的时候 长时间不使用菜板的话 你们只要做到我的第三点 做到第三点的话 当你再次使用菜板的时候 菜板还是满好如生 接下来看看我第三步是怎么要做 第三步我们起锅烧油 将油温烧至四层热 然后关火 让油温降至一层热 再用磨刷均匀地把油刷在砧板面上 当砧板把油吸干以后 我们再刷一遍几个 像我这样刷过油的砧板 你两个月不用的话 它都不会出现发霉的情况 也不会出现开裂的情况 如果你有对砧板更好的保养方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